大家好 歡迎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我們評一評一下台灣地區大選的結果 先跟大家打招呼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小弟被預期抹眼回家 今天玩久了 所以今集我不會評其他東西 主要只集中在台灣大選 台灣地區大選的結果 就連劉建超那件事都不評了 下一個 因為這樣也好一點 帶來一堆其他東西來評論 今天很集中在台灣地區 因為這次戰果也有意思 所以今天這一集會比較短 我不會稱為短打 但我會盡量精簡一點 大家可以拿到的 essence就可以了 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的結果就很清晰 台灣總統大選 所以賴賴蕭佩贏了500多萬票 贏了侯友宜400多萬票 以及柯文哲300多萬票 問題就是 如果 你把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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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所以賴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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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就變成了關鍵少數 任何人想通過法案 你沒有白席有的支持 你就基本不用過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有趣了 整體台灣未來的局面 很壞不壞現在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2024 小弟在2024的第一個節目 預計2024的世界是怎樣 一個字就是 亂 黑澤民那一齣電影亂 這個亂反而影響目標不清 以及動員力量有限 台灣也會變成這樣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法案就變成要做大量的政治交易 不然你錄影上說過任何事情都不用指望過 特別是一旦如果跟預算有關 跟撥錢去買軍備 或者如果跟美國怎樣去談 有時候可能美國有他的要求 你好像在蔡英文政府裏面 美國有要求大佬豬肉 你也要放他進來 你不放美國豬肉進來 有些事情我怎麼幫你呢 但是 如果你說這個 五年的任期裏面 如果你說還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要說交換的話 你就濕透了 因為你現在綠營不夠票 你沒有辦法說我可以強行通過 其實每次都要走去替白營 白營就可以助手於人之利 更何況白營 跟中國大陸關係也不錯 變成大陸如果是統戰店的話 倒轉頭就可以令到 賴清德政府未來五年變成一批腳鋅 任何一件事你想真的過也過不了 每次被人卡頸 就算被你過到也是修改到 烏理麻擦 不知道什麼 這樣的話也是不利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怎麼施政呢 每次拿出來的東西都是鬼馬龍 是吧 而且鬼馬龍也會傷害到你自己忠實支持者的心 將來可能他們就不願意支持你 可以令到這個綠營進一步分裂 亦都不奇怪 所以這些東西現在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間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另外一件事是可以令台灣的社會 整個社會本身進一步撕裂 因為這次很明顯地 現在不僅僅只有一個問題 或者不是 分得很黑白分明的 我不是男生綠 一邊是親中的 一邊是反中的 一邊是傳統的黨企 霸佔的 還有公檢教的那堆 另外一堆就是年輕人 或是搞創業 或是專業人士 已經不是了 因為多了一個 的光譜 至少多了一個 而且這個 白營裏面這一班人 你說他們是不是親中 他們是未必 他們是本土派 但是本土派跟本土派都有分別 例如你說綠營 的本土可能是很激進 他說的那個想法是台獨 台灣獨立了 之後 所有東西我們可以完全以本位 台灣作為一個 自己的政治實體 做本位來考慮 但是白營可以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政治實體 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但是是不是受世界承認 這個不是關鍵 我們本來已經是一個政治實體 我們內部有很多問題要煩 我們為什麼要煩國際關係呢 國際關係的事情不關我們 我們既不要親美亦不親中 我們跟兩邊拉開距離 然後我們應該集中所有注意力 就在國內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全球大局裡面 你不去理會的話 別人會理會你的 你以為可以超然於外 其實是做不到的 有些是供應你選擇的 你不能不選擇 但如果你不選擇的話 兩邊都會覺得你不可靠 兩邊都有機會出手搞你 所以白營這些玩法 就令到 本來你說是本土的人已經分裂了 多了一個陣營 然後這一群人的光譜也很闊 就算白營的票數少 但是其實光譜很闊 大家有些想法 可能有些是很激進的本土 激進到 有些可能跟鹿可以聊天 但有些可能跟藍可以聊天 那裏面如果自己再吵架就更加亂 但是我們跳出這一堆東西 整體就是變成了藍綠白 大家互相之間 如果變成仇口越來越深 大家越來越想盡辦法打倒對方 然後甚至搞到內部自己也分裂的話 最終就留了很多機會給偉大祖國統戰 所以 就算不統戰你 你自己也沒有辦法集合力量出來 所以就是我之前說的就是 煩亂 你既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 也同時你沒有辦法可以動員到任何力量 做任何有意思的事 這樣做一片混亂中度過 而這種混亂中也會令到台灣社會更加對政治厭倦 將來可能更加冷感 也可能對民主政治懷疑 這些事情也有機會會發生的 這就是總體台灣情況的評論 大家還記得我在這個節目之前 我已經寫下了一個民意調查 小小的 問問各位 巴打私打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對於我們偉大祖國的統一大業來講 到底是開上盤 開中盤還是開下盤呢 然後我們就由這件事來討論 好了 好了 民意調查的結果 其實大家都看到很清楚 這個小小的調查 清不想嚴謹 純粹是大家 參與一下 當然大部分 60%多都說是開中盤 當然小弟已經同意這個想法 小弟自己覺得也是一個開中盤 因為這個其實我的定義當初 在以前的Youtube我都有提過 所謂開上盤就是 藍營贏了 這個 這個 紅什麼鬼他上了台 這個 綠營慘敗 這個當然就是開上盤 無論總統選舉還是立委選舉 如果綠營慘敗的話 對於中國來說 統一大業又近很多步 變成這個開上盤 什麼叫開下盤呢 當然是開下盤倒轉 綠營大勝 藍營慘敗 白營滅黨 即是說他們以往的這種分裂 台灣的招數不成功 不成功的話 就變成舊個反而更加 投票投得很清晰 全部投給綠 無論是總統還是立委 這樣就變成綠營壯大了膽 變成了 可以採取更激進的行動 這個對於中國 偉大祖國來說當然就是 一個下盤 現在剛剛就是中盤 中盤就是 總統選舉 其實 無論總統選舉 還是立委選舉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總統選舉的機制 令到 六營贏了 而立委選舉裡面的機制 其實某程度上就變成了 大家三分天下 三分天下當中 藍綠兩營差不多 大家都是拿這麼多席 然後就多了一個白營 就可以乘機變成了關鍵小數 這個就是所謂的 三分天下 而這就是開中盤 因為這個所謂開中盤 中國是有得操作 但是這個操作 是要小心的 這個操作操作得不好 很有機會 會使得 本來被你分到出來的白營 那些人 在某些問題上 可能真的會全力支持六營 變成你達不到你當初 令到台灣更亂 或者令到台灣民意 開始分散的那個目標 你達不到 但是如果玩得好的話 真的可以再進一步 把台灣的民意再分散一點 這次大家看到的 上一次蔡英文那件事 藍綠之間的距離 也沒有所謂白不白營 白營沒有參加 因為藍綠兩營 大家的結果很清晰 蔡英文是無可置疑地贏的 但是這次你看到白營是分散了票 實際上就是這份總統選舉 如果你看到總票數來算 藍綠兩營一加起來 就是高於 賴清德 高於賴蕭培 而藍綠兩營是不是真的沒有機會合作 也未必 不是完全沒有 甚至中國 偉大祖國會覺得 我們可以有操作空間 這次的結果也是一個很大的訊號 對於中國來說是有操作空間 有操作空間是 以台灣民意 他們的問題 不是全部看著在統獨的問題上 是可以看著 其他的議題上 可以是國內 可以是其他東西 可以是經濟民生 可以是年輕人的議題 只要議題越多 就越有操作 可以說 利用 民眾 不 政治冷減 他對 統獨是沒有興趣的 其實就可以有操作空間 令到統獨的議題 如果淡出 我不是有機會 可以令台灣人自己混亂 然後就可以有機會 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 甚至也可以再簡單一點 就是用認知作戰 可以進一步把台灣的民意分裂 令到台灣社會撕裂 進一步撕裂 現在說 綠 藍 白 那樣 我現在整成的 又紅 又橙 又紫 又紫 又甚麼 幾十八個黨 幾十八種顏色 你亂成這樣的話 政府也不知道怎樣做 組織也組織不了 這分鐘 連內閣也不會有機會出來 那怎麼辦 這些就是 對中共來說有操作空間 但是操作得要很幼細 操作得不好 到最後就會令到白的拆開兩邊 把白的拆散了 然後拆白的拆散了 還要主流加進去六那邊 剩下少數進去藍的 那你不要了 變成你辛辛苦苦搞出來的東西 又送回所有票給六營 所以這個是所謂多變數 操作得好就可以加速統一 操作得不好就倒轉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考慮一下 用我的眼光去演繹一下中國有多少種的可能性 既然我們說有上中下三個盤 我們也可以說就算開了中盤 也有上中下三拆 對於中國來說是可以用來應對的 我們先說一下上拆 上拆是怎樣的 首先上拆是怎樣的呢 剛才我說過 因為台灣這次的選舉顯示了 台灣裡面的政治光譜其實越拉越闊 如果越拉越闊的話 越來越多不同的議題可以拿來博弈 變成了其實如果中國 採取一個萬計 上拆是萬計 萬計是甚麼呢 其實你對於統一台灣不定一個死的日子 也不是說我要多少年內一定要成功 你不定這個日子就慢慢操作 目標並不是要什麼時候完成 而是打根機 所以打根機是甚麼呢 就是就把台灣的社會拆散了 拆到他混亂 民意永遠統合不了 自己都有冷感 大家都開始冷感 冷感就蓋不根本關心政治 關心 但就只是關心 自己本土的民生議題 對於國際大局存不關心 需要這是的話 當然 當然不要經常搞起台灣的議題 不要經常拿著台灣牌 天天拿來民工武嚇 民工武嚇不是說不需要的 你可以是開波要有的 那個開波要有的就是 你給一定的壓力下去 尤其是石白營的那群人 你給壓力下去 但是給完之後 可不可以天天跑去搞得千萬不要 由得他們裡面 因為如果你不搞他 你不去提出台灣民眾的擴焦 那群人會自己打自己 他一旦沒有這個最大的團結的問題 慘了 所謂的芒果桿 就是芒果桿 就是說慘了慘了 我們台灣地區快要玩完了 完全統一什麼都沒有 沒有這樣的感覺 沒有這樣的害怕 那群人的目光 就已經不會去留意世界大事 只要能夠讓他們有這種心態 然後他們的目標就全部在自己 內部的經濟 民生 道德 總之一大堆議題 而在這些議題裡面 往往甚至是台灣地區 可能跟日本有利益衝突 可能跟美國有利益衝突 不僅是跟中國有利益衝突 可以跟其他地方有利益衝突的話 亦都可以拿來炒作 如果是的話 你給我 假設我們是國師那些級數 我們會計算的計劃就這樣做 目標就是打了基礎 要令到台灣民眾在心裡 會覺得 其實 全世界這麼多國家都是壞人 不只是偉大祖國 在我們身邊經常把我們統一的鄰居 而是所有國家 日本 南韓 美國 歐洲 個個都是壞人 個個都是想在我們身上拿著素的 我們就要同時中立 我們要走瑞士路線 我們完全中立 我們不理會他們 我們只需要顧內部民生 其他議題 甚至LGBTQ 你給我在背後操作 我一定可以操作到這些東西 這樣的話 台灣社會只要內部一片混亂 而且全然不注重這些議題 如果台灣民意散道的樣子 就可以拿給美國人看 就跟美國人說 美國人 你看看你 是不是你說了你的 你不熟悉我們中國民情 是不是 台灣省的民情你哪會認識的 你那些鬼佬 是不是 你看人家 你放這麼多心機下去 結果怎樣 又說支持軍事 又說支持什麼 你今晚給他們 他們怎樣 他們有沒有感謝你 沒有啦 現在都是一片混亂 這件事不要和我吵 沒有啦 你與其再支持下去 浪費你的錢 你有什麼不如直接跟我談 他是我的一部分 你跟我談 你如果在那裡有利益 不如我幫你量 我跟他兩兄弟談 反正裡面有些人 我能搞得定 是我的 我統戰了 你跟我談 我和你搞定 不要再跟他們搞 那麽簽份 第四份聯合公佈 拋棄他們 好過啦 你那些人不熟悉 是不是 你不是想重複 你在南越 那些阿富汗 之前那些錯誤 是不是 你去支持一個 不得民心的政權 結果被人掩蓋了旗 你不是想這樣 你的歷史你都知道 我也讀過 如果大陸都用這種方式 然後再加上一些保證 我現在沒有說要統一 我現在也沒有理會 這幾年我有沒有發聲 我沒有發聲 但是他們自己搞得這樣 跟我屁事 是不是 雖然大家心知肚明 你在背後當然是出認知作戰 盡量搞得那些傢伙 但是你管我 你沒有證據說我 那就可以 就算有證據 那又怎樣 又如何 台灣人這樣選 那你怎樣 你美國是不是不尊重台灣的民主原則 你是民主大國 你經常說得那麼口響 人家現在選擇 就是只著重內政 和你又不友好 和我不友好 但也和你不友好 那你吵什麼 那我們不如不要反 我們兩個做大佬 夾手夾腳 夾了 夾瓜 就算了 你總之表示以後都不管 我呢 我 總之這個 我已經聲明了 這是我的部分 但是我過不過海 這是我的事 我也可以不過海 我不過海 就看你怎樣哄我 但是我們告訴你 你沒有牌打 因為那些人靠不住 養不熟 那你覺得美國人 是不是真的會這麼傻 一撐到底 也未必 美國有自己的 條數 去打 這就是我一會 會說的 一會說一下美國的反應 這就是所謂上策 極為低調 沒有一個很緊張的時間表 可以 但是目標就是認知作戰 盡量令台灣社會撕裂 越撩得多議題 越容易撕裂 越撩得多黨 搞得更加多黨 那些票全部都碎濕濕 台灣更加沒有自我動員能力 也目標亂了 這樣就搞定 只要台灣人一驗護政治到一個地步 民主政治的最大弱點 只要民眾驗護得很緊要的話 最終就是個個都不肯投票 隨時隨隨便投票 或者隨便投票 每個議題都不認真 那就有機會 這是所謂上策 然後說到中策 中策 中策是怎樣 中策可能我個人估計 當然就需要白營的幫手 因為上一個 白營當然不用幫忙 但如果你玩到這麼低調 也不用大陸直接去找白不白營 其實上冊的玩法是直接你會自己打架 但中冊就要加速他們打架 你等就等不及 因為不知等到什麼時候 你以為我十年內 打算搞定他 你就要利用白營 利用白營就是製造多些矛盾 而這就需要大陸有壓力 要更加明顯的壓力 就不像上冊那種完全不了起別人的注意 中冊是要了的 而且甚至有時都要很大壓力 你真的要演習 擺出姿勢很凶狠 那些東西 但那些東西 你說不是的 那綠營就拿到一個問題出來 不要緊 最重要是他拿 他只會說我要加大國防 要加大這個 加大那個 我們要跟立陶宛 可能要建交 一大堆東西拿出來 你要拿出來 你不夠票哥 你不夠票哥 你就拿去跟白營談 在這個位置就是白營可以開始做事 那個做法就是很簡單的 其實就是拿回本土的問題 拿去當交易 但是拿去做政治交易 你開的價錢就開到 六營是沒辦法答應的價碼 或者你就算勉強答應 你可能會激怒你自己的支持者 這就是滑牆腳 如果你要強行通過 沒有辦法 我有八票在這裡 你就算跟我談 談到內部 你怎樣談法 把我內部白營內部分裂 例如你可能把黃珊珊拉出來 然後去抓到那幾票來投你 贊成你 等你通過法案 我不要緊 肯定有人會不滿意 有人不滿意就拿到社會上吵 甚至可以令年輕人 搞錯 又是談這些事情 以前也是這樣 現在也是這樣 我選你出來 你搞不定 最好就令年輕人憤怒 憤怒 甚至上街遊行示威 到時你綠營鎮壓還是不鎮壓呢 藍營搖擺過東西 但綠營又可以去搖擺 到時你怎樣應付 你不震又可能死 但震又死得更慘 就給你兩難以提 這些就是可以這樣做 對於白營來說 難聽一點 其實他可以任何法案都爭取不到 也沒關係 反正反正沒有期望 你只有白席 你自己推任何法案 你都不見得會有機會過 就算你推的法案 主張可能跟藍營一樣 藍營當然不會被你推得成 被你推得成 我五十多席都不夠 你白席玩? 不是吧? 所以藍營來說 他不會被你白席過 但正因為白席就很自由 反正我也沒有需求 反正我什麼都過不了 但我可以玩死你們兩個黨 我可以走來走去 兩黨遊走 然後專門提出一些 你沒辦法答應我的條件 但我可以卡死你 等你的法案過不了 一等你的法案過不了 你交不了功課 那你怎樣呢? 我想問 而且也可以令民眾更加厭惡 民眾可以有兩種厭惡 要不就更加厭惡六刑 要不就更加厭惡這個 整個政治都會厭惡 如果是這樣的話 甚至可以令到 令到一些人 覺得很討厭統獨這個問題 討厭統獨這個問題 不是一定說我討厭統獨 所以就對中國不利 不一定的 實際上這種做法 還可以玩多一件事 只要你的社會夠撕裂的話 令到白席那邊發爛 社會甚至搞到有學生 又出來遊行示威的話 還可以玩多一件事 就是在鹿的身邊 再拘捕一支隊伍出來 例如我把統獨問題激化 搞到又演習又等等 又利用白席阻礙 這樣令到有一群鹿的 可能會怨氣極大 然後暗中再放水 去撐起一些最激進的鹿 那些急毒的 那些人一拿出來 拿出這些主張 就令到鹿的更加亂 那些人急毒 即是準備打架 但美國也未必想這麼快打架 美國不是沒有把握 但美國也能夠不打 當然是盡量不打 那些出責這樣的人出來 大佬你是還是不是 你可能嚇鏡了美國 到時又來過 大陸又是 美國人 都說台灣人養不熟 你搞搞陣 沒有幫襯 搞到現在要跟我打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打 你或者是比我強 我都贏 但是 我們也有核彈 我們也有核彈 你不要管我的核彈 飛不飛得動 我飛得一支過來 一個不幸 真的炸到你紐約 L.A. 西雅圖 那些地方 或者芝加哥 或者 Florida那邊的 Miami Orlando 這樣不是很好 或者一個 麻煩你炸到 尼布拉斯奇那邊 所以抱歉 把牛肉炸爛爛 順便殺了 弗虛特 I'm so sorry 真的幫不了 你不是想這樣吧 哥哥仔 這樣玩下去 大哥 那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這件事是荒唐的 但是 對 他就可以玩到這樣 他就用這些擺爛的方式 來跟你鬥爛 我不怕 我是歌瓦利 是瓷器 我有什麼相關 你便離開你 那麼 你又要想 撐你 我支持你 但是你自己內訓 搞成這樣 被人氣惡 你就越搞越激 一邊白型 搞得你去不了 那你六型裡面最激進的 那些急起上來 就亂來 而白型那群又覺得 你不注意我們的東西 或者找什麼辦法 分裂了白型強行通過 但是這樣又會令到 那群不滿的分子更加不滿 他未必會去撐藍 但是他會搞學運 那你就不亂七彩 然後你六型那些 那你鎮壓還是不鎮壓呢 到時候 就給你一個大難題 然後做這些 都玩認知作戰背後操作 尤其是有時候 那些東西不用很多錢 也不用很多人 一個半個鍵的人 說一句半句話 就隨時可以搞到你天翻地覆 這些就是中拆 當然中拆是 不像是上拆 是不腥不腥 但是速度快很多可以 盡快將你加速你台灣社會的混亂 然後就中可以取時 到時候都可以令到美國 因為其實目標就是 只要美國不是那麼包庇台灣 如果美國不是那麼包庇 對於日本來說 雖然日本很清楚知道 台灣地區有事 他日本也有事 但是日本也要看自己的情況 如果只是我單拖 對抗中國的話 大哥 我的實力始終是有限 但就算真的可以捱捱多久 如果美國人若即若來 不如我的議題 找其他議題代替吧 這也是大家要記住的一點 就是 大國博弈是有很多博弈位的 他不一定要只拿台灣牌 大概有N種牌可以打 如果你玩台灣牌 發覺是沒有用的 對於美國人來說 打不動的話 難道美國就這樣玩完嗎 不會的 換第二張牌 美國不是沒有試過的 無論在當年拉丁美洲 步步撤退 還是在南越輸了 結果都是另外一種辦法 甚至你說 輸了阿富汗 結果美國更開心 初時以為 阿富汗被蘇聯侵略了之後 沒有了一個 那時候的阿富汗親西方 沒有了一個親西方的盟友 還好 誰知道 他進來之後 我支持Muja Hadin 去幫你蘇聯出血 結果出了十年血 最終蘇聯頂不順 切兵 切兵不用多久 接著就倒了 站在美國的立場 何樂而不為 美國不是那麼傻 凡大國博弈點有很多 你台灣以為 你沒有我不行 我就可以領盡所有的好處 一方面 又跟你約職約來美國 又跟大陸保持接觸 沒事就 乖著中國 到有時候 去招美國大腿 就希望 美國佬你救我 但到救你的時候 你又古靈精貴 又把東西推回大陸 那你真是當美國傻 美國有其他博弈 不是只有台灣牌 有很多牌 我想打東海牌 南海牌 打印度牌 甚至打俄羅斯牌 和中國玩 都有 還有經濟牌 技術牌 人員往來的牌 很多牌可以打 不是只有台灣牌 所以你不要以為 美國沒有機會放棄台灣 萬一台灣地區的選民 看起來 都不熟 或者台灣政府 都是無能的 不如我另一張牌 來打 大陸就達到目的 只要美國放棄 大陸就有機會 剩下一些東西 這就是中策 下策 下策 下策就很簡單 大王 這可是天賜良機 那又怎樣呢 這個台灣不行了 他們分裂了 既然分裂的話 那我們可以趁此機會 把他們殲滅 就是這樣 即是說 既然他們台灣現在 第一 以前你的白營 扶不起來 但居然這次也扶得起 這就是證明民意 本身真的不支持台獨 既然 如果我們把六營 當是支持台獨 藍白都不支持的話 其實藍白就多過 兩邊的票數 無論是總統選舉 還是立委選舉 票其實都是多過六營 即是台灣人整體是支持統一 有這個支持統一的話 這個台獨的勢力不斷削弱 其實某程度證明 我們之前的強硬態度 其實是起作用的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應該是毫不放鬆 繼續加強對台灣的壓力 甚至就是 在這一兩年內 找機會出兵打散他 也可以看到的就是 台灣人分分鐘到時 別說不會抵抗 甚至主動迎接我們黃絲 這個所謂善食互章 以形黃絲 嘩大哥 每個人都來幫 這樣就說不定可以了 不如現在去盡他 是吧 不用賭一局 現在可能問哪些 隔多一兩年 只要再操作多兩項 再去盡一步 弄回他的話 那我們就行 如果我們要用極限施壓 既然以往極限施壓 某程度上也行 我們繼續極限施壓 繼續 日日演習 日日什麼 嚇到他們幫人腳軟 因為台灣人明顯是腳軟的 如果不是應該現在更加多人反抗我們 現在也不是更加少人反抗我們 白營那幫 白營那幫是玩中立的 他們是想掩著耳朵掩耳道靈 完全不聽統獨議題 那就怎麼辦 我們再多幾多軍機擾台 他們都不會理會 我們一如玩盡他 有盡他有盡他 索性夾得更盡 美國人支持 美國人支持又怎樣 美國人一直說支持 但台灣人一直都是越縮 這五年的結果出來就是白營出來了 白營的票更多 白營的票有足夠的票 可以加起來就更多 藍白兩面加起來 那就是他們支持我們 那就是台灣人總體支持我們 既然是我們怕什麼 他統一他 當然是用軍事行動 也不用拖那麼久 如果是這樣 利用他們現在的社會撕裂 盡快極限施壓 越施壓得厲害 越多人可能會有分裂 只要再加一些認知作戰下去 令到台灣有一堆的 那些不看大局的中產 那些年輕人 他們會覺得 我們就是不要讓美國利用 當我們是站來利用 美國人都不是什麼好人 我們應該要盡量中立 就算不用毛筒到時候 那些人自己主動跪過來 那你就快 Марacyj 快點 Wheel 可能五年內也能夠 甚至到時候兩三年間 就可以立即… 整頓完火 Gegen possibility 現在 yahá.... 那些人自己主動現成 這是我最後的要求 你不要再制裁我 你不制裁我 我們朋友 以後就繼續玩下去 你要賺錢 我沒有說不給 我有什麼時候說不給你賺錢 我現在在求你 你都不肯來 但你現在看到 自己都做錯了 簽了第四份聯合公報 也不是 不是 這個叫中美聯合聲明 什麼第四份聯合公報 大家聯合聲明 總之承認 你美國正式承認 台灣省正式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來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就應該 將所有代辦處全部撤銷 是吧 正式是一個台灣特區 你要承認這個台灣特區搞定 什麼都不用 不用一國兩制 沒有 香港都不是 香港都是一國一制 什麼國兩制 沒有一國兩制 所有東西 制一國是兩國制 不過兩個按鈕都按在我們偉大的習主席手上 那兩個按鈕 一個叫YES 一個叫NO 你美國來求我 我就看看什麼情況 有些情況我按鈕叫YES 有些情況我按鈕叫NO 這個就已經一國兩制了 你自己想好 一個國家當然是我們偉大祖國 這個是急統的做法 但這個做法當然不是沒有風險的 這個做法的風險就是 軍隊到底贏不贏得到 第一 第二就是美國是否真的那麼順滩 只因為台灣的台灣地區的民意分裂 就真的不出手幫 第一 第二會不會是他索性在了其他位 去和你對抗 等你就是 就算台灣地區的民意亂了大龍也好 你都沒有能力出手去動台灣 因為你自己都亂了大龍 這個就是關鍵所在 下策就是下在這個位 所冒的風險很大 很多不確定的事情 到時解放軍準備好了嗎 你不要忘記 如果你這次清洗火箭軍 清洗這麼多將軍的話 也就是說不是純粹最高層的貪污 一直到中層都有貪污 而且那些人的盤巾挫折和時間極長 甚至你習主席任內十幾年 你都已經提拔自己人 都是會出事的 那你想一下軍隊到底去到什麼地步 然後你對面有多少架山 你是不是真的能打到 先在內部也說不定 同時你信不信那些將軍 就算真是新升上來的 就算那個忠誠沒問題 但他大兵打仗是不行的 壞了那怎麼辦 這個王是誰的 另外就是打到你也要想 我有沒有錢養著台灣的陷家 到時可能那些聰明的人才走光 剩下那些沒有鬼用 全部都是想著 騙我吃的 我現在很有錢 我本來也想著 你那些水 順手 以賤養賤 原來現在是一群窮人 我不是累死給你們 當然不行 所以就會有這些風險在那裡 還有如果美國人跌了心 我管得你台灣人怎麼想 我要保護自己 我就跟你組 不過我用另一些地方 另一些藉口來跟你玩 那又怎樣呢 下策是沒有提出這些問題 下策之後的目標就是 純粹和台灣 而且又是這五年來 盡快搞定它 趁著台灣社會 現在亂七八糟 你最怕的就是 這五年都可以發生 搞了搞了搞了 突然自己內部整合了 沒事了 大家又變回朋友了 錄影又重新讀大 那我就有時間搞了 我就找了自己品 這就是下策 是在一種很心急的心態下 所建立的 跟著我們會說一下 第一 我預計大陸會大概怎樣選擇 還有就是 美國可能會怎樣對應 在上中下三策裡面 最快可以排除的就是上策 這是不可能的 皇上等不及 我們偉大的主席不會等得及你這樣玩 所以很有機會 基本上就是中策和下策之間去選擇 如果你問我這一刻的情況來算 我估計 先會在中產下手 但是 中局很有機會計劃出來的 中局會在下策 什麼是先在中策出手 然後中局去下策 現在這一刻 因為中國自己也內部有問題 這一刻 即時把問題推到極致的話 你不可以排除美國也真的會跟你玩盡 或者去到最盡 而現在中國 第一 內部未完全清招了 軍部裡面不聽話的人 或者是靠不住的人 外交系統也剛剛才有機會 似乎有個柱光 應該有人出來接回王毅這條老柴 但就算是也好 內部還要再整合 人士還要再整頓多一輪 所以這段時間出下策 就不是一件好事 更何況以中國共產黨一向這麼多年來的幾大法寶 統戰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認知作戰和統戰是很重要的 對於他們來解更加安全的做法就是 更加經典的做法就是 進一步分裂台灣社會才說 就不是利用現在這個位置直接打勾你 逼你去轉態 這樣也不是共產黨一向的做法 另外就是 在這裏資助一下白營 又或者在綠營的古靈精怪 拉一下 然後藍營不用理 藍營反正這班廢佬幫不了手 但是 由得侯友宜去那些人 你繼續玩下去 反正你都有些票 你沒有被人滅黨 你肯定會為你自己利益而戰 所以我不用特意照顧你 但是我就拿白營來玩 盡量搞到你台灣更加亂 可能利用這兩三年時間 一方面中國自己去養傷 看看有沒有辦法和美國和緩關係 通過和緩關係 是否可以令到經濟等方面 可以解決一部份的問題 不要說解決 舒緩一部份 也可能令到內部 爭取by time 穩定內部 然後才把變咒 把速度一邊變了下策 然後傳谷 我猜他會這樣 而且這樣也某程度上 記合習主席的要求 不會拖太長時間 但又不會在現在這個時間 未夠準備好的時候去冒險 我們不要以為習主席特別喜歡冒險 還是習主席不喜歡冒險 看真點其實不是的 他每次做的事情 他都是想整天搞到最慢傳 往往真的錯過了時間 只不過有時急 想追回時間 過了六 但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猜 在國內形勢都險進的情況下 他根本不會有能力 可以轉移視線 去通過打台灣 轉移視線 所以現在我估計就是 中策 搞起議題 施壓 搞議題 分裂台灣社會 然後去觀察一下 有沒有什麼更多的人 可以快些收編拿來用 然後到某一個機會 就將他轉為下策 加強軍事壓力 甚至真的出兵 直接武統 如果能夠得到足夠的內應 就會這樣做 這就是我估計他們的想法 而且這方面某程度上 對國師有利 畢竟國師不是將軍 國師多有計謀 就算他再近一點 最多是近榜 近情報系統 但基本上他是中宣系統 而不是軍部 你說現在急統 然後叫軍部議定計劃 其實很多功勞就不關他的事 那些是軍隊搞出來的 但是對於他來計 就是他也有一個競爭對手 在軍部裏面 就不是真正的將軍 而是軍事學院裏面 那些是寫文章的 那些人在裡面寫文章 那些人經常叫囂 說得很誇張 那些人是他的競爭對手 因為大家鬥寫文筆 但如果你說真的 直接用武統那些人的文筆 第一 怎麼都熟練過國師 第二 就是他們是軍人 那些計劃當然由他們而定 不是由國師而定 那國師的權力相對也會削弱 現在國師有一個最大的項目 這個項目是不能隨便放手的 除非會糟糕 如果你說會爆死他 那當然會找人揹 如果現在看勢 不是啊 不單止不爆死他 可以有機會開中盤 有機會可以用中策到下策 來玩弄的情況 那不是啦 我現在要花多點時間搞 花多點時間搞 當然玩認知作戰 分裂對手 這些才是我負責的 你這麼快軍部搞事 我哪有得出場 我不是沒有得出場 那順便就是你現在 鞏固了軍隊的情況 改善了軍隊的能力 到時起碼可以跟美國人拖一拖 你沒有得一戰都可以拖 令到美國都沒有時間反應 台灣自己已經獻了承諾 就贏了 所以我猜就是他會這樣走 也對國師有利 國師可以維持自己的權力多一段時間 但是甚至就是 到時就算真的成功統一 國師依然有功勞可以分 頭功就可能去了將軍道 當然頭功當然是我們偉大主席 但是跟著那些功勞去分的話 至少國師可以分 而不是提早讓了這個問題給大解放軍 這就是由這樣的方式去看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又會怎麼應對呢 我估計 美國很有機會 他如果看到台灣的民情是這樣的 一個民主國家會很明白 就是你再重複越南的錯誤 是很愚蠢的 你再硬撐或者有什麼會怎樣 那不是辦法 有條後路要做 這條後路是什麼呢 就是與其台灣跟大陸博弈 不如直接跟大陸博弈 也就是說 很有機會 美國會加強對中國各種的限制 也就是各種的制裁 甚至對港澳都會出手 會出得更加重手 只要中國表達一些 想現在動手的 或者是 開始欺負台灣欺負得更加盡 美國我想會直接動手 然後就夾中國 他的想法也是倒過來 就是令中國動員不到 令中國裡面更加亂 讓你經濟更加吊蔽 民生更加多問題 然後讓你內部自己都應接不下 看你怎麼出兵 這個我猜就是美國 乾脆就撲低抽薪 或者在外交上也都 讓日本、韓國 還有這些東盟這些國家 在東海和南海 跟中國繼續衝突 加大衝突 也是分散了中國的注意力 甚至是撩印度佬 等印度佬 也是在陸地邊境 要跟中國衝突 變成中國如果多幾個戰場 也沒有辦法集中火力在台灣 那就可能 先不要變成急筒 先繼續大家中策 但是中策當中的話 現在美國的目標就是 淘汰了你 對 台灣裡面可能亂了大龍 但是不要緊 總之你沒有能力出手統一 也沒有能力再去搞得更加亂 那就是把時間淘汰了 到現在這個位置 那就算了 拖過了現在最難搞的這段時間 以後以後的事先說 很有機會美國是用這種方式 直接淘汰中國 都不是台灣不台灣牌 如果台灣牌打不動 我就直接移中國 連台灣也免得提 也不奇怪 或者提是用來一個明目 真正的目標就是制裁中國 阻止我們偉大中國的民族復興 這個邪惡美帝 有機會就是這樣做 所以經濟制裁 科技的封鎖 甚至戰略物資的禁運 諸如此類都會一直發生 而且會越來越厲害 特別如果中國 一看到這樣就不是中策 立即把反應變成下策 那美國人會去得更加盡 但如果繼續中策 美國就會用這種方式和你博弈 拖慢你 讓你動員不到 也是一樣 讓你也是RAN 目標不清 動員不到 那就搞定了 美國也可以叫做贏了 就是這樣的話 今天已經足夠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這是簡單單單的台灣大選後續的演繹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讚好 分享 還有訂閱 還有訂閱 還有超級感謝我 遲些再談 拜拜